汇集了姚晨、胡军、李良伟、林家栋、刘德华等众多实力派演员的影片《风暴》 于9月23日三星举行了华语电影《新风暴》高峰对话活动 当天身为该片主角的刘德华和《新片风暴》联合投资人江志强亮相活动 与大家一起分享了电影拍摄过程中的台前幕后 现场也发布了电影预告片和首款海报 片中动作张力十足,视觉效果颇为震撼 而这一切危险动作都需天网刘德华亲自上阵 此次天网刘德华除了要亲自上阵外 连拍摄经费也要自讨腰包 因拍摄场地有限,需要搭建拍摄场地 好不容易求得老板江志强拿了1500万 可这其中还领带了自己的750万片酬 所以到最后我就求本来是不用花那一千多万的 因为我在我们搭了一个景 就把中环的那个壁打结一比一的把它搭出来 然后大家看到的那些很真实 其实我不应该是现在讲,那很真实的所有所有中环是 从真假中间交换,而且要很早很早把镜头做好 然后分别分好,每一个演员都很清楚 他在真实的环境,他的那个位置怎么样做 他要回来我们的景从头再做一遍 那所以这个是在排练上面的花了很长的时间 而且搭了那个景,我们在就是旧的飞机场上面搭的 搭完之后我们还在那边排了两个礼拜 就是排那些动作上面的一些事情 那所以搞中间只是不需要的那些钱 但是我们那种真实感,如果我们真的在中环拍的话 导演,新导演,那他掌控这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也没那么足够的那个经验 所以大家花在这边,结果我真的可以说服了我们的老板 把1500万把它拿出来 但是有750万是我骗臭